金山卫生促进协会在区公所的协助下 今天上午就在黄港海滩举办进滩活动 而这两年市府农业局在这里举办黄火渔船文化祭 也吸引了不少的人潮 促进会理事长就表示 经过几次进滩之后 发现人为丢弃的垃圾越来越少 大多都是海漂物 也显示出游客对于海岸的环境越来越重视 今天在金山区卫生促进协会 由协会理事长带领着全部的志工 共60多人来到了金山黄港 举办一年一度的进滩活动 而卫生促进协会 从前几年开始任养这一块的沙滩 以及周边的公共区域 而这两年市府农业局在这里举办黄火渔船文化祭 也吸引不少的人潮 再加上一旁就是温泉会馆 这里的游客也会越来越多 而促进协会理事长表示 经过几次进滩之后 发现人为丢弃的垃圾越来越少 大多都是海漂物 也显示出游客对于海岸的环境 越来越重视 我们金山是处于观光地带 所以如果说要吸引一些观光客来金山 所以我们海岸线 一定要保持得非常干净 因为我们每一次来 虽然说垃圾有一些 但是都是漂流物比较多 漂流物很多 但是漂流物它一进来 我们还是要把它捡干净 所以让这一片沙滩 能够干净明朗 让观光客一来的话 就感觉到说 金山地区是一个山明水秀 非常干净的一个地方 虽然在现场不时还会发现 家用垃圾 但只是少数 既有每年的进滩 不但可以活动筋骨 联系成员的感情 还能够为自己居住的家乡 贡献实质的心力 而在现场的每一位志工 都感到非常的有意义 对于周围的海岸环境卫生 也是要共同的来维持 还有很多青年活动中心 都会跑到这边来 找人家清单或是关照 对对对 外来看的人也轻松 对 轻松 因为这都是大家不遵守 那个清洁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 这个维护环境 每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今天清很多垃圾的 对对对 很多漂流木 漂流木 还有一些杂物 塑胶 烟地的塑胶 那个杯子的什么的 很多 虽然一大早天空中 飘着毛毛细雨 不过每一位志工 也都认真的搜寻 要把这一块公共区域内的垃圾 全都给剪干净 而受到市府举办 黄火渔船文化祭的影响 大家更是要将这块 未来的观光景点的卫生 给维持下去 记者许端一 金山采访报道